騎車就是你會有那種新的那種快感 對 會有追風啊 和朋友一起出去那種感覺 友情中意氣相挺 我會覺得很快樂 那我會想 因為最近很多那種 上高速公路的議題 很多人在吵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 才可以把這件事情 讓大家可以接受 那因為現在啊 就是你在念海洋大學演奏所 還有自己組成了車隊嘛 那等於可以說是愛情師也兩得意喔 你未來還有什麼想做的事嗎 這就是比較私心啦 因為我真的是很喜歡騎車的一個人 騎車就是你會有那種新的那種快感 就會有追風啊 和朋友一起出去那種感覺 友情中意氣相挺 我會覺得很快樂 那我會想 因為最近很多那種 上高速公路的議題 很多人在吵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 我才可以把這件事情 讓大家可以接受 然後讓大家是安全的 可以騎在重機上高速公路這件事情 但這個是一個還滿長的一個旅途 我也不知道說我可以怎麼做 去幫忙push這件事情 因為你一直去叫囂什麼的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去想一些對策 去跟政府溝通 才有機會嘛 那再來是 因為我是念海洋相關的收視學位 那我們也會有去考一些 像小船的執照 那如果考到的話 其實我就可以去買一艘船 或是租一艘船 然後再等我很愛的人 繼續玩 就是喜歡有那種很愜意 然後會想要學習很多事情 那你又有能力又有時間 跟財力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覺得就是發覺你自己最完美 最發光發熱的那樣子 那應該是你最幸福的時候 好 好